今年是越來越接近 在鄉立特殊館基盤兩年 下村人上村人的寡董 那裡有邀請到南道館家庭 家庭學家來下村人委員會 比車不用開來送給鄉親 為了給鄉親感受到 你這個氣氛 活動中的孫悔全鄉13川 因為是韓龍來政策 請鄉親就要百合機會了 為了要警察農歷新年來搞 每年在香港所動的基盤 修法民家下村人的活動 並請孫悔13川 鄉長代表川長帶頭來體驗 這個村年過一個非常好的年 在這邊祝福大家新年快樂 南道館家庭藝術協會 很多修法家需要參加活動 每一位修法家都有不同的風景 替他們很多鄉親白對手出 二零二四我們農年的開始 所以開始在蝦迪鄉公所的廣場 來舉辦到我們的春年大放送 這個春年大放送已經持續幾十年了 也非常感謝我們的一直學會 黃國瑜理事長帶領了這些老師 共同來給我們蝦迪鄉來 我會說到四季掛萬春年年月 那蓮花它是一個象徵的意義 譬如說我們每一年都有一個生肖 今年一定是農年的生肖 那我們的蓮花一般是以生肖為主 以生肖為主題 譬如說農年我們會有一 在蓮花上會有農 然後再有各種的花卉 牡丹花來寸透 這個就是年化的一個意義 南東関芸第一個學協會表示 透過話中除了祝好大家心裡快樂 也希望大眾蝦迪鄉的思法 思越的藝文風氣 農藤府要迎新春春年大放送 今年由蝦迪鄉公所和代表會 共同來基盤 邀請到我們藝池藝術協會 收為老師為了我們的鄉親 寫到一年一度的春年跟一些字畫 增添到蝦迪鄉年 或是說大家照顧人家頭前的景色 一年頭 九年月也要祝這個機會 祝福大家幸福隆中來 這次有阿東順匯全鄉十三川 早起一年會保一年 一直到一月二、六月子 因爲所良悠閒 歡迎鄉親百合機會 雍獲全都參加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導 最近又來自我吃到你吃到 陳采倘均 那些叫我吃到你吃到 我們來吃到我看 兩次 這個